今天终于有时间 我要来煮我们公司的营养咸粥 我们公司只有自己的洋葱 还有我从外面买来的一小颗芹菜 然后一颗蛋 加上我们的高汤 就这样可以煮出一顿很美味的食品 而且非常的健康 来 我们现在就是首先先放两碗半的水 很简单 我们现在只要开 开垫 OK 让它先把水煮开 哇 水滚了 好快喔 水滚了 水滚了 我先把洋葱放下去 再来呢 放一点点 我们公司熬的就是用香菇下去做的高汤 完全无任何的添加 一点点提鲜 哇 这个味道味非常的棒 让它煮了一下 开始有闻到一些洋葱的香味 来 我们把这个粥剪开 OK 把它倒下去 你要照这个 然后看到它开始有一点 这时候我想要吃 加一颗蛋 我就把一颗蛋加下去 好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水煮蛋 也可以用成是蛋花都可以 来 我把它用成蛋花 你看喔 我们这个煮很快 来 赶快把芹菜蒙倒下去 哇 看一下看一下中间 非常丰富 如果说这时候你想要加一些豆腐或是肉片都可以 或者是你一开始你就想要加一些其他的火锅料这些都可以 你看 真的很方便 你看 好丰富的一餐喔 我们原本粥里面 它就有25种的这些干燥蔬菜水 还有一些营养的这些糙米麦片 然后我加了一颗蛋 我只简单的喔 就加了一点点的洋葱跟芹菜 你看 哇 满满的料 满满的料 哇 好想赶快吃一口喔 哇 你看 刚刚煮完以后 我就觉得不过瘾 我一定要加个高丽菜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我只是加个高丽菜而已 天哪 怎么会这么丰富 哇 各位有没有看到 其实煮一锅有这么难吗 没有 不要为了什么汤底啊 什么的去烦恼 就是很简单 一包什么 一包我们这样子的营养咸粥 我们这样子的营养咸粥 一半糙米跟一半麦片的营养咸粥 就这样子一包当汤底 你直接泡也可以 很简单 就加个高丽菜打个蛋就好了 这包咸粥它可以直接当代产 也可以当汤底 然后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变化 那我也曾经用过这包咸粥 当那个意大利面的那个奶油的这个 sauce 其实也很棒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其实很简单